哈哈哈哈太有趣了 我不能我也不能一直在你马路上 只要骂他骂他骂他走啊 好了 你说机场没有机场关闭对吧 机场封住了你说是吧 机场就是我们是进不去了 火车站能进去吗 火车站只有到南光厂 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 对南光厂 然后宾馆全部都不开 对吧 饭店也没有一家开的对吧 没有这外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也就是说我只能等着饿死了 哈哈哈哈 嗯是吧 那我我今天人能饿几天我不知道 我你今天你这个车上面你敢 你你你敢你敢不走我了 我肯定坐在这里我不肯下车了我跟你说 绝对不会再下车了下车我就死在马路上了 哈哈哈哈 哈 你只有只有那个 你现在宾馆又没有 对啊 我对你车上面我付你 第四费我是我可以付你的呀 你你反正在做生意你又不怕的 对不对 不是的 啊 不是的超过时间我们只能停着 为什么什么什么有规定的呀 哦你你每天营业时间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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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的 超过时间就明不是我的了 是他也生气了外面来的车进也进不来的你说对呀 那为什么别的地方问到的他是可以进来的呢 只不过上海回去要要隔离十四天呢 他是不是能进来的地方是不是可以领一张通行证呢 进来对吧 嗯 你又外面可以进来 嗯 进来了以后你就出说难听一点 嗯 我这个车 嗯 只能从火车站拉到你每一个地方 嗯 然后你假如再叫我那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不是为什么是我们的规定呀 他们 啊你就不能从别的地方上课 对 马路上不可以上课 是吧 真的跟个鬼城一样 跟鬼城一样 对呀 你看看车都没有人都没有 所以说现在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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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肯定就确定一下了 我虽然虎头稍微吃了一点 但我这个绝对是见证了 就是这个上海最迷幻的 最最傻逼的这个时候啊 来看看啊 习近 要跑到海南去他妈的 应该在这里 叫你在虹桥机场叫你坐十个小时 不是不是 那现在到底往哪个方向 我不知道你开就行了 我没办法我不能下车 我下车就是死路一条 开到你下班为止 知道吧 那那这个是不行啊 马路上我浪货也不行啊 可以的呀 那我现在目的地 反正那个嘛 你到松江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再回来好了嘛 那我要叫你多赚点钱嘛 好吗 我不要赚你的钱 做这样的话 我要我要我要通报 因为我在马路上还放 我要通报我的公司的 为什么要为什么要通报 你说你说有客户上了车以后 没地方去了 我这样说就是报 就要报这个呀 就要报这个呀 人道主义灾难呀 这是上海 对不对 这是人道主义灾难 你总要有个地方叫人容生的呀 马路上面 你叫我马路上面 真的在马路上面怎么搞呢 我就觉得那么为什么打个出租车 还有这么麻烦的 还有这个铁门开了三道 铁门啊 他开了三道铁门 哪有钥匙来开铁门的 来为了打你这个地啊 哪个铁门 火车站里面啊 对呀 从那边过来下来铁门全部都锁着的 那都是防人都是防什么样子 他本来这条路本来就是通的嘛 对不对 是可以直接走过来的 那现在你看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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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嗯 魔魔魔幻 冰棺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 第四反正也不能打啊 所谓的那个那你觉得等于彻底死掉 他查什么东西啊 查证查和尚 那我也要给他看啊 对 要看他 那我我这个录像要 宝贵的录像要断掉了 就这么模范的东西 我也要给他拍录像呢 哎 看啊 出租车不看啊 出租车是那个 出租车 车要看我这个 啊 一直一直有那个是吧 我们是等于我一路已经被被鼻子被捅了十来次了 啊 鼻子啊 鼻子我们天天捅啊 哎 哦 鼻子捅了我跟你说天天流鼻血 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个事情 其实上海是没有错的 他妈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是都是中央来的 上海本来 我来我来帮你想想跟我们领导说一下这怎么办啊 那实在不行我回到那个火车站去好了重新回到火车站 那为什么办呢 但是他出站他现在也不让出你知道吧 就是我进了火车站以后我就出不来了 那里边吃的东西吗 没的 一个饭店都没有的 品牌好好笑 现在有可以买菜的那个菜 他不是说已经 那个蔬菜市场不是已经开了吗 没有啊 那中央台都放了 中央台都放的 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没看到一个蔬菜场是开的 我说这个蔬菜市场如果是关的 人家说我造谣 哈哈哈 中央台说开了 你说没开 我没看到过又开的呀 火车站里呢 说还他说把我送到收容中心去的吗 那我都不知道收容中心去 老子老子生出来到现在就没去过收容中心 这都要被流浪了 这下你给他揍了 那这个你看多好的一个建筑 这个我叫会展中心啊 嗯 现在就是放昌医院 嗯 上海最大的放昌医院有四万 四万张床位 这又不光荣 这都妈是个耻辱 我跟你说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我说的是 不是矿用历史啊 嗯 这是个耻辱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海你再牛逼一个国际大都市魔都 对不对 你要想把你的头摁到地上摩擦 你就牢牢说是摩擦 知道吧 你看看呢 这就是放昌医院 嗯 那么现在就去那个火车站还是怎么样 那火车站我再进去吧 我要出来再打那个吧 我再打 我再打 再打证明嘛 搞笑不搞笑 要不然这里呢 这个酒店好多 就灌着 不是灌着嘛 就是成了那个隔离酒店 你说上海的机场也已经封掉了 现在普通机场其实外国都有 我要没他妈的 我只能跑到那个区来 先回到那个 机票总要买的 我要没直接跑到美国去算了 有的 阿里巴巴那个副总裁 上海关了几天直接跑到美国去了 那么你决定决定的话可以去普通机场 哎 先不去 普通机场可能进也进不去 现在又没机票 对 在上海 妈的一个回国人员了 妈的在上海就准备要要要要在路上就要逛时来 去帮帮帮帮